节食减肥会不会导致脱发 它能不能长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是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自己是切身经历过 这个节食期间的脱发 但是好在后来又都恢复起来了 包括我过去跟很多 和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交流 我觉得我可以断定 就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这个节食减肥 它是必然会导致脱发 你想这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 这个身体啊 受这些能量和营养 永远都是优先供给各大器官 头发算老几 永远都是别的器官吃饱了 最后才有你一口吃 所以你看这个进化的尽头 这个外星人为什么都是光头 我是去年有段时间 在尝试这个生酮饮食 大家知道生酮饮食吗 就是高脂肪低碳水 就是吃肉吃菜 但是不怎么吃主食 所以那段时间 我的体重从140斤 不到半年时间 降到了132斤 但是在进行到 大概第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明显看到我洗澡的时候 这个下水道的头发变得比原来多了很多 当时我也挺奇怪 后面的话我恢复了这个正常的主食的社区以后呢 这个头发的状况就又消失了 所以也是这个虚惊异常 其实这个就是一次典型的休止期头发 何谓休止期头发 就是你不给你的头发吃饭啊 他们都不干了 对不对 书也不读了 提前五年级就要提前毕业 大伙儿集中进入了这个休止期 就不再生长了 而休止期的时间呢 是三个月 这个时间一到 这些头发呢就集体跳水 所以这个休止期头发呢 毛囊其实并没有坏死 所以呢 你只要恢复这种正常的营养补充以后呢 这发丝还是能够重新长出来的 另外的话有很多专家说这个 结实减肥脱发是因为缺少蛋白质 因为这个发丝的主要成分是缺蛋白嘛 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也有些专家说什么缺芯啊 缺铁啊 还有说缺啥维生素B 那就我的经历而言呢 你看我那段时间 什么猪肉羊肉牛肉鱼肉鸡蛋啊 都没少吃 这些食物都是富含蛋白质 富含铁芯维生素B 所以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 这个说法呢也还是站不住脚 我是感觉这个碳水化合物 这个环是必须要补上的 碳水化合物跟这个脱发的影响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人做过这个很权威的研究 但是我觉得呢 和我有过这种类似相同近况的人呢 你不妨可以试一试 但是也要坚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看到有没有起到效果 强哥那还怎么减肥 我先给大家想怎么保住头发 这个减肥这个我们下期聊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我先给大家看